我不要,我已经回答过了,我不要。 有一个对比,爱情公寓杂柔了多部美剧情节,其中包括生活大爆炸,老友记,废柴联盟等,铁证如山,主创文都对抄袭一事讳莫如深,除了两个人,其一楼一销,学好一样东西,你要先学会模仿,你要能把它模仿得很到位,那也说明你很棒。 其二便是王传军,他与网友站在一边,直指爱情公寓抄袭,但这一次,他的直率没有为他赢得掌声,只有骂声,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,与此同时他的就言论也被扒出,爱情公寓三播出时, 他曾公开表示,我特别讨厌演光谷,他让我很辛苦,王传军如此否定代表作品,动机很有可能是,迫切地想与喜剧切割跟光谷告别,出道多年光谷神奇这个角色,甚至红过王传军本人,他逐渐成为一个撕不掉的标签,喜剧成了一方牢笼,王传军浸泡其中不得动弹,直到大仙衙门剧组力邀他出演,这是一部喜剧,但又不同于其他喜剧,他有古装有玄有奇幻色彩,很对王传军的胃口,因此他非常看重这部剧,片场演戏之余,还 他经常与编剧讨论剧情创作桥段,原本他打算自己配音,但到了录音室,却突然被告知,配音工作已经结束了,看了成片后,他愤怒不已,配音假的要命,让角色魅力大打折扣,他痛恨资本的干预,于是对外放出狠话,再也不要尽量的戏,没想到一语成衬,几个月过去了,也没人来找他拍戏,在过分安静的房间里,王传军想明白了很多事情,决定要做彻头彻尾的改变,续胡子留长发,卖房卖车背起行囊,前往日本剧上导演大师� 王传军就像是得到密集的武林高手,开始闭关修炼,2016年罗曼蒂克肖王室上映,王传军是其中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,他饰演的大马仔,口中说着最骚气的心事,手里干着最血腥的勾当,人设割裂难度不小,凭借这个角色,主流市场向王传军敞开大门,但他拒绝了许多邀约,只接了一部《我不是要神》,为了演出病人的虚弱,他坚持每天跳绳八千下,一个月报受二十斤,为了演出困倦感,他可以两天两夜不睡,徐征说 我再也不和他合作了,他太拼命了,激进于偏执的演,让他捧回一座百花奖杯,终于王传军找回了自己的名字,而他也画好了一普通明星的三八线,是要做圈中独特的存在 然而宣称不上综艺的王传军,终究还是惨遭打脸,五十公里桃花屋二观宣定当时,勇满厌世的他,异常明显的站在海报阵中,可参加真人秀,不是他最比喻的吗? 对此王传军也侧面给出了回答,是来交朋友的,答案没啥毛病,就是很多王传军,如此巨大的转变,或许与他的身份变化有关 从前他截然一身,如今他有爱人有女儿,有在意之人要护,有养家重任要担,在任性的四处磕碰,妻女就会难上加难 所以即便负重前行,王传军也还是要义无反驳,或许这就是人生吧